這裏 這是新聞證號碼 打吧 你們在這裏申請什麽? 我們打入台幣 你們去台灣嗎?去做什麽? 我們去台灣看夜市民放天燈 你們先前有沒有好地了解夜市和放天燈的問題? 那又沒有 那有什麽方法了解? 那不如等我講一下放天燈的時間 台灣有個地方就是平溪 那裏的村民一直都生活很愉快 但是到了清朝的度光年間 土匪就四處地搶掠 那裏的村民受到威脅 他們就為了避難而去上山 那部份的村民留下去對抗土匪 那經過了一番的對抗 那山下的村民終於去戰勝了土匪 那現在土匪都被村民打敗了 那關天燈什麽事? 沒有問題 那天燈就在這個時候出來 山下的村民就拿天燈放去山上面 讓山上的人知道他們打贏了土匪 戰勝了可以拿回來的生活 山上的村民看到天燈之後 知道山下的人打贏了 就逐漸地落到山下的棉身窩了 平溪村的村民為了紀念這件事 就保留了防天的這個習俗 那929也知道 我知道了 這個就成為了台灣的旅遊一大特色 你真聰明 下午有個港台論壇 那今期是講台灣的野史文化 不如我帶你們去吧 好啊 好啊 又到了一星期一次的港台論壇 今天我們邀請到兩位重量級的嘉賓 首先是香港王官員 之後是台灣王官員 我們今天要探討的議題是 香港和台灣政策對野史文化的影響 相信大家都知道台灣有很多野史 例如有揚威國際的士林野史 但是台灣有這麼多野史的同時 為什麼香港有沒有呢 那不如就等我先說吧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們香港政府是很著重衛生的情況 鑑於小販的攤檔衛生情況 就比較難以控制 為了避免市民吃到一些不乾淨的食物 所以我們決定一刀切 不發牌給小販 保障你們的健康 在1940年至1950年期間 有大量的移民移居台灣 這些移民雖然沒有什麼專業技術 但是他們就成為了台灣的小販 也都因為這樣 所以解決了很多台灣的失業問題 我們政府也因此好接納他們 而沒有禁止到街邊擺賣的小販行為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台灣地方大 我們可以讓更多的地方 讓他們集中擺賣 而成為了今天的夜市 現在是台下的泛民時間 我呀 在2014年的農曆新年裏面 在深水埗桂林街 擺了幾天夜市 即是大家所說的桂林夜市 我也是賺了七八百元而已 但是給你們就罰了幾千元 你們有沒有想過我們窮人的需要 其實早在1970年 在香港街道擺賣已經不合法 我們也是希望街道可以不要阻塞 也是一番好意 希望各位市民可以體諒 請台下的觀眾保持冷靜 剛剛黃姑元就說香港因為衛生問題 而沒有夜市 那麼台灣的衛生夜市的情況會不會很差呢 台下的發問也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首先在政府方面 我們已經設立了相關的條例 去管理夜市的衛生 例如在台北 我們有台北市攤販管理自治條例 令到當地的衛生情況 在數年間得以改善 另外攤販自己也成立了攤販協會 去管理小販的食物和環境衛生 例如台東市和新竹市 便是兩個很成功的例子 令到環境衛生在數年間得以改善 最重要的是 為了台灣的夜市文化得以保育 我們一定會竭盡所能 去到解決所有的問題 多謝 謝謝大家經過今天的論壇 都對香港和台灣的政策 對夜市文化的影響有最一步的認識 那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剛剛那個論壇就說到台灣對街邊衛生處理的方法 台灣就用到正面積極的方法去處理 例如他們會嘗試了各種方法 他們最後試到最有效的就是放權給小販 但是香港就反而採取一個一刀切的方法 然後這個就是令台灣可以打造成多元化城市的原因 真的很多得老師你帶來這個論壇 我們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今天就這樣 拜拜 拜拜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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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